HELLO 了四季 天眼六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我們來看哥德仁對上條隊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超級隨機 先來介紹綠色 綠色是這個哥德仁 哥德仁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步兵單位 到了第五世代有六五折的優惠 弓兵部分呢 雖然沒有強弩 但也有三級射、三級的弓兵鎧 出戰毛病的話還算是可以使用 而且哥德仁本身後期有火砲跟火槍 所以對方步兵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哥德仁比較特別的經濟能力 是吃這些弱還有野豬的時候 可以吃得再更久一點 差不多可以補陣大約快到一百肉左右 讓他在前期的一些經濟會更好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紅色 紅色是選擇了條盾人 條盾人最大的特色是城堡時代開始 騎士跟步兵都會增加一點的近戰防禦力 而且條盾人的農田也非常便宜 再來就是他的團隊加成有抗招響的效果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雖然他是有遊俠的文明 但是他沒有耕種技術 所以他的騎兵遊俠會跑得比較慢 很容易被敵方招響 所以讓他這個團隊加成有抗招響能力 讓他補足了容易被對方招響的一個問題 所以遇到對方是條盾人的情況 要特別注意自己的僧侶去招響對方 可能會沒有那麼的好用 那條盾人本身他的攻兵系是不太OK的 但是步兵跟騎兵都是可以打的 接下來我們來稍微介紹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是超級隨機的關係 所以資源分配可能都會不太一樣 那目前看到這邊只有一塊墓區 那這邊墓都全部挖完之後呢 已經要到了下方 去做踩不同的動作 有點像是上坡那張地圖 那中間也有這個少量的聖物 真的是非常少量 只有兩個而已 那中間也沒有其他的野金、野礦 所以會變成說 主要鎖住自己的高地處的資源 是比較重要的 那下方這邊也有少量的黃金 上方這邊也是喔 那這裡有少量的石頭 所以整體打起來 算是 勉強 跟阿拉伯 是差不多的黃金資源量的 那可能上下方的空桃 就顯為更為重要了 那剛好條盾人他的金冠 可以讓他的城堡射程非常遠 所以可以把這個城堡插在這個位置 把所有的黃金給控住 這讓這些資源點可以變成自己的 那就要來看一下哥德人要怎麼去應對條盾人 那稍微講一下 哥德如果打條盾的情況 通常打步兵戰是打不太贏的 因為你打步兵戰的話 對方打這個條盾騎士阿 或是劍兵勇士喔 都有可能會打輸喔 哥德人只能轉火槍 如果轉火槍的話 又很害怕對方的遊俠 所以正常人 正常的哥德打條盾這個文明的話 通常只能用這個擊兵配火槍喔 然後再配一些少量的劍兵勇士喔 去做個搭配 或是直接打個三色布丁 然後配個火槍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條盾這邊則是打哥德人喔 打法的話算是比較 欸...算是有優勢啦 直接打這個條盾騎士喔 甚至打這個遊俠 都有一定的殺傷力喔 所以我是比較看好條盾打哥德人 而且條盾人的農田又很便宜 經濟上來說要開農的話 也不會輸給哥德人 好 哥德這邊是決定二棒棒開打 這邊看了一隻刺猴 加上兩隻棒棒 那條盾這邊是決定喔 使用自己的三隻肉馬 去阻止棒棒開局 哥德這邊是沒有投資裝甲步兵的 而是直接用兩棒棒 出去騷擾之後 轉成了工兵 好 齒猴直接 直接 放棄這兩隻棒棒 自己逃跑了 那目前看到條盾人這邊是三隻肉吧 沒有再繼續按了 那他反而是灑下非常多的農田 那條盾人的配置也會比較特別一點喔 通常我們木頭封建時代會配到九到十木喔 那條盾人可以配八木沒有問題喔 最主要是因為他這個木頭需求量其實沒那麼大 可以不用配到十木也沒關係喔 配到八木的話其實就差不多了 那他這邊還是配到十木喔 那他的木頭量就可以讓他更早 灑下更大量的農田喔 這就是條盾人的封建時代的一個非常大的優勢喔 如果你喜歡條盾的話 可以利用這個能力喔 多多灑出自己的農田來 好那我們看這邊哥德喔 哥德這邊才撒得剛好一圈而已 兩邊的農田樹喔 很明顯有很大的一個差異在喔 但哥德這邊已經轉出了弓兵跟槍兵喔 想要來做個錢家 那這邊條盾人也是下了自己的射箭場 轉出了毛兵 開始要來做反制 肉麻也稍微再按了一些 沒有在邊存肉喔 想要直接上城堡賽喔 打得非常穩健 那哥德人家裡呢 則是已經圍好了 圍得蠻快的 好那條盾這邊也打算要把自己家裡圍死 出了一些肉麻 這邊槍兵過來看到牧區 要來騷擾一下 好那條盾這邊現在再點一擊射 等完一擊射之後 就可以上前開丟 OK直接趕跑 這邊可能會硬追 想要隱憂對方槍兵回頭 好一回頭直接戳死了一隻肉麻 但這邊毛兵優先攻擊的是 後方的弓箭手 而不是正面的槍兵喔 有點意外 通常都是會優先打槍兵喔 因為槍兵解決完之後 待會肉麻也可以上前硬打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派人兩邊都是小打小鬧 這裡用雷子敏仰去探路嗎 好哥德爾這邊已經補到了八斤 這個經濟配置喔 很有 很像是哥德爾城堡時代想要打奴兵路線 然後哥德爾人打奴兵 城堡時代也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畢竟他也沒有拇指環 也有二級射二級防 打工兵系就是一般的工兵果 但一般的工兵果還會有拇指環 所以哥德爾這邊打工兵算是堪用 可是不到說完全不能用 OK 這邊直接射掉一隻槍兵 哇 這裡非常多的毛兵 被赤猴追著打 工兵在上面高打第一 但是被毛兵打到還是很痛 還是要做個拉扯 這邊槍兵看要不要考慮拉走 不然這個槍兵送掉會有點小傷 好 這邊損失了自己所有的槍兵 工兵手第一時間想要去騷擾 但現在已經沒有槍兵 也沒有毛兵了 這邊條盾的肉馬 就可以上前打一波了 好 那先升到城堡賽哥德爾人 先優先補下自己的奴兵的升級 那條盾這邊則是呢 先點下了一級的工兵鎧匠 好 但這邊貼到升級前的工兵喔 哇 那這邊有機會收掉幾隻 一隻 再一隻來不及 但已經升到奴兵了 高打第一傷害還是有點高 還是要正面貼吧 這邊肉馬直接包抄會比較好 好 後面包抄一下 直接爆打一波 好 這時候條盾人點下了一級的馬塔 城堡賽也補下了 剩下這幾隻工兵應該也會順利的收掉 那先升到城堡賽條盾人 則是先開下了一棟城鎮中心 待會哥德爾人最好也是開下三棟城鎮中心 三TC開農會比較好 因為哥德爾人這個文明是比較需要經濟的 如果經濟一起來的話 待會地龍世代要打什麼都可以 除了工兵不太行外 但步兵騎兵都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好 那這邊看到哥德爾人 點下了輪軸技術 二級農 二級木也都已經補好了 經濟走到一個最好 這邊是用了幾隻奴兵到了前方 想要抓一些村民 但正面沒有人在挖石頭 所以條件目前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看到敵方過來也是反應相當迅速的 這邊是決定要打一個騎士開 這邊蓋房子的村民被拉走的關係 所以卡人口 讓55人口卡住了 OK 條盾這邊在等戰毛兵的升級 已經好 二級射也OK 稍微要來反制對方的奴兵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現在條盾經濟有點落後咯 現在哥德爾人補下第三座城鎮中心 這邊可能會再繼續做個包抄吧 好 一發 他 騎士過來 想要做包抄 突然一個回頭 三隻騎士直接上前 OK 後面還有一隻獅子在幫打 但只靠騎士就可以解決掉了 好 那正面的部分也有少量的刺口 在做騷擾 看都是小打小弄 欸 哥德爾這邊轉出了馬弓 哥德爾馬弓 這個很有想法 哥德爾馬弓 算是不太能用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沒有母子環 也沒有安息人戰術 所以馬弓要用起來的話 可能會比其他的馬弓文明更弱了一些 射速慢 而且也沒法有效抵抗長槍兵 遠防也會稍微差了一些 但他有三級射跟三級的弓兵鎧甲 所以 如果不看母子環跟安息人戰術的話 有重裝馬弓的情況 來打的話 不能說可以打出完全優勢 但一定的情況下來說是能用的 這裡是四季之國很奇特的地方 明明是個步兵國 有時候也可以打一些奇怪的兵種 拿來使用 只要你操作的好 或者是轉兵轉的恰當時機 或是針對對方文明 那效果可能就會不錯 這邊又派了六隻馬弓到了右側 繼續進行騷擾 這邊部分 看到這邊有非常少量騎士過來 繼續攻擊 這三隻騎士血量有點殘喔 居然沒有放在家裡做補血喔 可以下個修道院喔 然後安息生女幫這個殘血騎士補血一下 會比較好 這邊要儘肯的喔 累積自己騎士的數量會更OK一點 哇 結果這邊騎士變成助手模式 所以不會進行反擊啊 被射掉兩隻騎士有點小虧 這邊馬弓兩邊都在秀 但家裡有這頭戰毛兵 應該可以擋住這一波的馬弓騷擾 哥德這邊也是稍微失誤了一些 加對方家裡的馬弓全部損失掉了 這時候條盾在旁邊這個位置喔 蓋下來用工程器製造所 這邊應該是想用工程器製造所造出一台投石車喔 然後這邊可以直接架起 不用架起來 直接用投石車砸到這個城市中心喔 那條盾這邊黃金有點爆炸 經濟有點失調 3TC終於開下來了 那但是村民宿呢 目前是哥德仁77吋 領先條盾67吋 村民宿來說還是優先的 而且這邊哥德仁已經補下了手推車跟 一級挖金跟挖石喔 經濟來到的最好 哇 戰毛兵再一次走得過來 繼續輸出 這邊要稍微收村 現在投石車不敢出來 這裡有太多的馬弓 這個戰毛兵要過去救一下嗎 這邊想要繼續扣木頭 所以沒有要離開的意思 這時候條盾人點下了二級的馬鎧 還是要走一個騎士路線 剛好條盾人的天生的防禦加成喔 只有增加近戰防禦力喔 遠防是不會增加的 所以出馬弓喔 好像有稍微針對到 條盾的天生能力的感覺 而且可以做拉打 對不對 騎士跑得慢 出個馬弓 確實有料喔 這邊投石車過來 砸 及時的B陣 躲掉這把投石車的傷害 這邊有少量騎士過來 看到這裡有11隻的馬弓 這樣高打第一還是蠻痛的喔 好這邊再繼續做拉打 目前條盾也沒有打算要跟對方舉一死戰喔 我們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條盾遇到哥德馬弓 這個場我還真的沒見過 太特別了 哥德打馬弓 那帝王會轉步兵嗎 好那哥德人這時候補下了品種 可以稍微增加一下自己的騎士血量 還有馬弓的血量 還有馬弓的血量 這邊投石車再砸個一發 一換二 不錯 這個戰機打得很好 條盾現在村民術落後非常多 87吋打108吋 村民落後的差距大概11吋左右 當然這時候哥德人慢慢轉出了更多的騎士 沒想到是要來打騎士馬弓嗎 硬生生打成了匈奴的樣子 好 當然條盾現在還是有騎士大軍的優勢戰 正面硬打的話如果不控兵 條盾這邊說不定還可以打得贏 唉唷這邊有個洞 終於發現了 溜了進去可以燒了個一波 這一坨騎士進去的作用 是要讓他收村 然後看可不可以砍到一些村民的 如果大家可以讓他收村 又砍到一些村民的話 就可以傷到各的一些經濟 可能就會打回一些經濟差距來 這邊有少量騎士在做騷擾 現在兵分三入 右邊有少量騎士 下方這裡也有 左邊這裡也有 哇這邊砍到了一些村民 村民往下拉了一下 很努力在解這一波的騎士騷擾 村民術下降到了剩107吋 桃盾這邊村民術追上來了 101吋對上108吋 村民差距為7吋而已了 好條盾這邊中有一線生機 但自己的騎士送進去 這就意味著他現在正面軍力 是會輸給哥德這邊馬公加騎士搭配的 那就要來看一下條盾人 這邊要轉什麼的軍事出來打 會比較好 這不愧是農田便宜大國 撒了非常多 43片農田 基本上是哥德爾的一倍了 這時候條盾人點下了帝王池袋 補下了第四棟城鎮中心 曉光技術也補了 好 再補一個工兵鎧匠 看來哥德爾很堅持要打馬公喔 看來這個馬公是不會挺的 補下了更多的射箭場 大學先補個彈道學 待會要再補個化學 這面再補一個城堡 這時候突然轉出了步兵的鎧甲 還有長槍兵的升級 看來哥德爾的帝王池袋還是有打算 要嘗試打下步兵的喔 並沒有完全放棄 那條盾這邊則是點下了二級英龍 跟帝王池袋 帝王池袋只差距大約一分半而已喔 好 那條盾這邊要打兵走 我猜應該是遊俠吧 遊俠比較好應付現在的這個狀況 打條盾騎士的話會被馬公喔 射成白癡阿 絕對不可能出條盾騎士 戰毛兵的話可以考慮一下 但條盾人現在這個情況 可能轉點工程器也是可以納入考量的 畢竟條盾人有鋼鐵甲可以做使用 好 正面三棟巨型托斯基 直接開拆 這棟城堡了 這時候補下重裝騎士的升級 跟三級的馬鎧 調整這邊升級還需要一點時間 這時候哥德爾人補下重型馬公 重裝馬公踩隊 還有彈道學增兵技術 喔 調整這時候突然補下了化學 可能是要來增加一下戰毛兵 然後待會也可以考慮除下火炮 好 戰毛兵的傷害再補一下 因為條盾這裡沒有三級射的關係 待會打這個馬公 手會有點短 但有這個三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戰毛兵真的要硬打的話 也可以拿來考慮的 好 條盾這裡補下了非常多的軍員 級兵也補下了 好 條盾這邊就要多安一點戰毛兵出來擋了 現在城堡第二棟可能也要被拆除 這邊這塊林地沒有拿下來 後方還有少量騎士在做騷擾 這邊這裡非常多的馬就要繼續出騎士了 這邊肉有點多 看要不要賣掉木頭跟食物 轉一下遊俠升級 好 家裡這邊也是有少量的重裝騎士 衝到了哥德爾家 現在 不用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在騷擾哥德爾領地 哥德爾現在村民術非常落後 118村對上134村 村民差約少了15村 那地龍是在這個時間點 應該很快就會補回來了 最近有五個城鎮中心 我們的速度非常快速 好 這邊再存下資源 哦 資源可以點遊俠了 好 這邊騎士繼續砍 但哥德爾人這邊早就已經轉出疾兵來 擋住家裡的騷擾 是綽綽有餘的 靠一些疾兵來擋就沒問題了 好 這邊直接用巨型投資機 反制了條盾人的巨型投資機 那條盾人這邊可以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在這個高地 然後開始產出自己的火炮 拿來反擊一下對方的城堡 那待會可以再找個時間去點一下金罐 總結再查來做城堡 就可以有效 防禦對方這些 均營 還有這個高地的制高點 那對於現在獲取制高點來說其實蠻重要的 誰有制高點的話 那就可以容易獲得主控權 這樣講才對 正面這棟城堡被拿下來了 這裡補下遊俠的升級 後面補了一棟城堡 下方補了第五棟城鎮中心 補這麼多城鎮中心 不確定是要幹嘛 但有可能只是單純 只是要讓村民放進去喔 想有確保一個安全的伐木地區喔 好 這時候補下了二級弓 哥德爾這邊已經點下了二級弓 兩邊都是二弓開始補 送走馬弓補上 現在只有80滴血 和三弓三防都有 到橋盾這邊非常多的戰寶兵 好 哥德爾這邊轉出了弱馬升級 二級馬凱也補了 看來是想要轉一些弱馬 去來打這些戰毛兵喔 不然這個戰毛兵要處理實在很困難 不然就是要出點火炮來打 這個戰毛兵居然撤退了 可以繼續硬打也沒有關係喔 戰毛兵待會補個三級弓兵練獎 防禦滿了之後就可以硬打 喔 不然這樣被高打第一傷很痛喔 這個戰毛兵也是瘋狂暴行 好 條隊人這邊是決定轉出遊俠 然後繼續按駿營投磁機 並沒有轉出火炮 哥德爾這邊則是三台駿營投磁機喔 繼續輸出 而且升到地獄時代的哥德爾人口是210人口 現在人口上也有優勢在 好 拆除掉了城市中心 開始慢慢往後退 遊俠已經升級好 近戰防禦7 遠防也是7 雙防7的遊俠 但哥德爾人又在這個高地呢 建起了一棟新的城堡 中間的地圖控制還是哥德爾人做得比較好 但是卻沒有人在下面 控制這些金喔 可能沒有人發現喔 其實這個地圖的下方跟上方 是有這個額外的支援 好 哥德爾這邊有看到 在上面偷偷挖了黃金 條盾這時候完全斷金了 但這邊的村民喔 完全沒有意識到這裡有黃金啊 好 條盾這時候可能在尋找黃金 這邊稍微控了一下對方的黃金 好 這一波條盾騎士 能不能反擊回去呢 這時候哥德爾補下三級的弓B練獎 防禦也是提升到最高 哥德爾打馬弓 還是覺得蠻不可思議的 好 這邊騎士數量只剩下26隻 26隻遊俠能夠扛得住嗎 但哥德爾這邊也是有補一些疾兵在喔 而且馬弓事量非常多 有44隻 基本上現在條盾要跟對方打的話 用大量戰毛去打就好了 但如果哥德爾這邊會轉肉馬出來躺的話 遊俠可能還是要上前幫忙打下清奇病的部分 好 這邊要上前救一下這棟城堡 不想讓這棟城堡直接被白白拆掉 戰毛病很努力的再輸出 看清奇病一直上前騷擾 砍掉了非常多的戰毛病 哇 這個馬弓打遊俠果然也是蠻痛的喔 高打地的傷害還是很誇張 這邊遊俠直接上前應戰 看下方也是直接原地開打 好 但正面的馬弓數量還是很多 條盾這邊還是要繼續努力往前阿 但這一波遊俠衝出去之後 待會就沒有黃金可以再繼續產出更多遊俠囉 好 這時候條盾終於發現下面有黃金可以開始採集 但正面的戰毛病數量已經所剩無幾 剩下22隻 這時候條盾人突然打出了GG 哇 哥德打馬弓 打條盾居然有這種傷害力阿 蠻不可思議的喔 哥德人打馬弓這個路線 這個是第一次在天地上看到的 好 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喔 應該是條盾這邊輸哥德很多 因為哥德這邊雖然他沒有農田便宜的加成 但是他很早就開始濃起來 惡農惡末 所有的細節都打好 手推車跟輪走技術也是很早就點下了 所以哥德這邊贏的支援量可能會非常多 像木頭就贏了快到7000 食物只有少數了3000多 黃金的話也贏了條盾這邊量1000多 石頭的話也是大概快1000 那經濟上來說其實兩邊看起來差不多 大概只少數6000多支援而已 那哥德的這個馬弓套路 感覺也可以用在實戰中 這部影片也是給很多喜歡玩哥德的玩家們 可以來做個參考 哥德馬弓是不是有料呢 可能也需要帶時間來驗證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isel請記得訂閱 請記得訂閱 一下小燈 開幻音樂 jab